好 那麼接下來這個問題是有位朋友他說的 關於臨時工保險的這個問題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的 哎呀我要就為家裡做一點維修的工作 那麼臨時工我應該怎麼幫他買保險呢 需要幫他買保險嗎 是要勞工保險呢 還是要把其他的保障呢 怎麼樣選擇對於這種臨時工來自己家裡面做工的人 比較有保障呢 由小姐小姐請您幫忙回答一下 最正規的做法 如果你們家裡固定有人來做清潔 那他是有清潔公司的 或是固定來砍樹 固定來修自己的庭院 那人家有自己的公司 對你最百分百有保障的方法是 希望這家公司他自己有勞工保險 你開支票給他 你付錢給他 你付給公司 而不是付給個人 因為付給個人的話 他算你員工哦 你私底下請他來幫忙的哦 一旦他受傷跌倒了 那其實你就是百分百都你的責任 他是為你而工作 但如果是付給一家公司 公司行號常常都會請公司行號來工作 那他就是公司對公司 或是你個人對公司 他既然是公司的員工的話 他們公司應該要負擔他們自己員工的勞工保險 萬一他的員工受傷了 他們公司的勞工保險應該要優先賠給這位受傷的人 那萬一你說我就找個阿姨嘛 阿姨就來幫幫我家裡煮點飯做個打掃 然後可能洗洗衣服 家裡灰塵吸一吸 或者是我的後院 他也就兩個禮拜才來一次撿撿草而已 這個就走了 那萬一是這種個人對個人的 他一旦受傷 那就是屋主的責任 因為是你請他來的 不管你是付他現金也好 或是你付他支票 那都一樣的 你只要付他錢 他就是為你工作 一旦他受傷 你要負責 怎麼負責呢 大家趕快把你的房子保險拿出來看一下 房子保險裡面很多小小條的東西 保住你房子燒了怎麼辦 偷了怎麼辦 搶了怎麼辦 有人受傷跌倒怎麼辦 其中呢 在加州的部分常常都會有一條 如果員工檢討的擦地板的來打掃的阿姨受傷了 勞工保險在房子保險裡面有附加小小的一條 他會幫你保護這些來工作一兩個小時的人 其實不只是打掃檢討啊 很多家裡有小朋友的 小孩子的 有時候爸媽要出去吃個飯 休息一下 開個會 工作晚一點 會找這種baby sitter 就是保姆 有沒有 隔壁家的大姐姐 隔壁家的這個什麼鄰居的學生 高中生啊 什麼大學生什麼的 是 那他臨時幫你看小孩 就看個三五個小時 那你還是給他錢當作感謝他 萬一他受傷的話 他這一些第三者 不是你家人的人在你家受傷了 你的房子保險都可以拿來做理陪的 所以大家 很多人往往得到官司糾紛 自己花了好多錢請律師 然後自己很頭痛 兩三個月無法好好睡覺 都被這個保姆告 或者是檢討的人受傷了 那其實呢 你房子保險都有 我每次看到這樣子的情況 我都覺得太委屈了 你自己的房子保險就有這一條 但你沒有好好利用 還另外花了大錢去選律師 然後這個就很可惜 所以他趕快把他的房子保險找出來 趕快去跟你agent問清楚 那絕大部分在加州的房子保險 都有這一條的 你不要再浪費錢 自己面對這件事 交給專業的保險公司來幫你解決 好的 非常感謝我們的 Fuda商業保險的保險規劃師 尤惠林小姐幫忙解答的問題 謝謝您 謝謝